夫人激怒 夫人激怒 曉得怎么改骗夫人啊 还敢胡说八道 这字啊 实时史书记夫人写的 夫人不要冤枉小人啊 夫人 我含淫 我含淫前世危机所获 妒记夫人留意改变自己 也是有可能的 还请夫人明察 你去下去吧 夫人 皇妾知道 夫人是重情感强义气质 对如今夫人放心不下 不然能忙过这阵子 皇妾陪你一起去找如今夫人如何 对了 那日夫人一舞满府结晶 有几个侍女都闹着要跟夫人学舞呢 夫人若是心里烦闷 不如好歹教教她们闹一闹 只怕还能接见闷呢 娘 小叶 山下好玩吗 是不是让朱大伯累坏了 没 朱大伯教我打拳 射箭 朱大伯教你这些东西啊 你要好好地学 娘 我们什么时候去找小姨啊 小叶 你听娘说 朱大伯教你的这些东西呢 虽然也重要 但是你之前的学业也不能荒废了呀 娘让你背的诗经 你背好了吗 我早背熟了 娘 背给您听 悠悠 露鸣 时野之瓶 我有嘉宾 古色吹声 吹声鼓黄 成框是将 乌姬 你看到了吗 我们的儿子多聪明啊 他将来一定会跟你一样 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大山 四十五 六 十五 三 四 一 二 一 三 一 洪 十五 一 二 十明 这这怎么了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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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怎么样 不会有性命危险吧 恭喜大人 贺喜大人 夫人 正是有小公子了 你可好仔细了 夫人真的又喜了 行医这么多年 这喜脉 难道我还好不出来 不是不是 我只是不敢相信 这样的好消息 来人 送乔医官 赏银多多的给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别拥了我 别拥了我们的孩子 别拥了我黄歇的孩子 感谢过来的孩子 我可以帮我 来的孩子 我只会把他给你帮我 你娘吻了我 别拥了我 是在岸流 我 云野 适量 tout è 你 这个是 夫人 躺下休息 我没事 大人 我想与你商量一件事情 夫人请讲 我还是很担心姐姐 所以我想 悄悄地回一趟魏国 如果能够找到姐姐 就把她一兵带回来 你觉得如何 夫人哪儿也不能去 为什么 夫人与如鸡夫人姐妹情深 你要去找她我不反对 可是你得把身体养好之后 才能走 我身体没事 只不过今天是过于劳累 所以头有些悬晕 你不用担心 我很快就能好起来 可刚才乔医师来过 说夫人的十个月之后 才能好 为什么 我得了什么重病吗 夫人 夫人 我的好夫人 你有喜了 你有了我们的骨肉了 你 你骗人 那 我问你 这两个月你来哄了吗 夫人 你就好好地待在家里 等着我们的孩子出生吧 我可不希望你儿子有什么意外 可是 好了 夫人 你就是不为自己着想 你也得替孩子着想吧 你这一走 万一有什么闪失 那可就出大楼子了 夫人 你就相信我吧 来来来 躺下休息 躺下休息 你也不得了 你 对 我都不知道 你有没有那么多 即将已经生存的 你们就一来 你也不得了 尉 你不得了 莫非是正儿又惹你生气了 这次不是正儿了 这次是紫楚 紫楚 怎么会呢 这个紫楚现在是翅膀硬了 敢跟我唱反调 以前觉得他人老实 现在看 这也是一个白眼了 他要再这样 休怪我不客气 爷 你答应过我的 是 我是答应过你 可是以前的紫楚忠厚老实 现在的紫楚可不那么驯服 所以我不能再容忍他了 不要 以你现在的身份和地位 不能再做那样的事情了 我不会采取以前的方法了 我要换另外一种方式 大王为何当着满朝文武的面 让我吕不韦难看 是不是万一攻打魏国失败 这所有的责任 都要算到我吕不韦的头上 那些都是谣言 寡人不曾说过 你是不是早就看着我不顺眼了 寡人没有那个意思 不过 丞相如果一定要那样的话 那寡人也无可奈何了 你现在这样跟我说话 你难道忘了吗 当年是谁 把你从一个连街边乞丐都看不上眼的人质 变成今天的大王呢 寡人正是念念当日对寡人有功 才容忍你至极 但是你鞠躬自傲 把寡人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你太过分了 怎么 是不是我吕不韦说出了大王的秘密 让天下人耻笑你了 那还有一个更大的秘密 如果我要说出 天下人会更加耻笑你这个大王的 你做了什么事 这样的见不得人 就大王现在的身体 我看 还是别说了 我让你说 你说 大王既然让我说 那就不要怪我了 你以为你一个宝贝太子 是你亲生的儿子吗 那是我和赵女的儿子 那是我绿不为的儿子 你要我怎么对你好 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我叫你夫人生了 是个男孩 父亲 你听见了吗 是个儿子 是个儿子 那不是真的 清国未来的大王 是我的儿子 大王是我绿不韦的儿子 你 你这个恶魔 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是上父 我是丞相 整个清国都不能把我怎么样 整个天下 都不能把我怎么样 主公 你回来了 怎么样 江东一带雨迅如何 深江水土流失 在下游造路 大面积河床 一层沙滩 支离破碎的地形 愈演愈烈 和顶泥沙 激到一定程度 可在河床上自行开刀 向一面泥墙湾轰然倒塌 惊心动魄 沿河百姓叫古典 赶快给我准备形状 主公这事 百姓有难 岂能坐视不管 更何况江东一带 乃我黄歇封地 如不能造福一方 岂不让我枉大了续命 别忘了 给主公带几件后衣裳 赶紧去准备吧 好 荒鞋何德何能 有了夫人亲自出马 治理水患 乃造福百姓之大事 这点道理念头还是懂的 夫人真是身明大义 还望夫人多多保重 黄歇会尽早归来 有一件事情 我想让你顺道替我办一办 夫人请吩咐 找出杀害鲁公子的凶手 夫人说笑了 黄歇不过是去治水 偌大的世界 我怎么知道凶手藏在哪里 可我觉得 你知道 夫人 夫人 楚国永令 您身体不适 请先先恢复吧 谁告诉你我身体不适 我身体好了很 我不是你们家的奴才 不要命令我 好狗不挡道 给我闪开 夫人 您这里要去哪 什么时候回来 主公没有告诉你吗 他让我去找他 你们两个要是不信 可以跟我一同去 那我们随夫人同行 主公 出现了 念诺已经嫁给了春神君 消息可靠 非常可靠 那怎么说 念诺没死 那如鸡也没死 用了念诺的下落 就能找到如鸡的下落 主公不要着急 我请派人去找念诺 询问如鸡夫人下落 只是 此时一段多 听说魏王也在找如鸡夫人 魏王不是早已宣布 如鸡已经不在人世了吗 魏王从新通牒爱各国 寻找如鸡夫人下落 不知道是何目的 此时不简单 必须谨慎从事 我要小姐 你们在此守候 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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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回来了 您还没吃饭吗 您可用膳 不忙不忙 近日开沟挖渠 人家百姓都来帮忙 万众一心 让黄歇深受感动啊 那还不是因为您身先士卒 沿岸百姓 哪个不都称策于您吗 治理深江 除江东水患 百姓们都说您 不愧为当今贤公子 今日在江边 似乎看到一熟人 一时间想不起是谁 隔区观望 劳作似比他人更加勤勉 本于家讲之 书户之间确实踪影 主公 明日那人还会再来 到那时候嘉奖也不迟啊 嗯 也是 你们都下去吧 谁 谁 夫人 我就知道要出事 那你怎么就不拦着她呢 这怎么都怪我 我和你 这怎么叫融交代啊 夫人 夫人 主公 小人知道 被主公看见了 特来领死 你 你竟敢还在这里 你犯下滔天大罪 我饶你不死 你还不快滚得远远的 怎么竟敢还在我的风地上 主公 小人生是你的人 死是你的鬼 小人一向在夏湖城堵上 紧闻江东水患 所以连夜赶来 不过是想为江东百姓 跃尽一点绵薄之力 主公 淮北十二县 皆是主公封地 主公让小人逃 小人又往哪里去逃 又逃到何处 才算是个头儿 与其是这样 不如在这里 请主公把小人杀了 够死在主公的肩下 小人就是做鬼 一心肝 我何尝不知你之心意 可是我每天面对夫人 如刚再好 乌言以对 真乃酷刑啊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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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番凭了水患之后 也不如随了我去见夫人 如死这般 之臣终祝 只说是误杀了鲁公子 夫人那里也许还能留条生路 好一个误杀 夫人 夫人 原来你什么都知道 我问你 我姐姐那封回书 也是你所写对吗 正是黄蝎所写 可那是为了留住夫人 才出此下策 出此作为 你还敢忘成君子 夫人 你听黄蝎解释 我把黄蝎的路上 跟鲁公子解释 主公小军 夫人 你错怪主公 杀鲁公子 一切皆是绞人之罪 主公之所以没有杀小公 正是主公的大人大义 夫人 夫人 主公爱你 胜过他的生命 夫人 你会后悔的 夫人 快救主公 快 来 陆公子 你可以瞑目了 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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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 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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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公你怎么了 主公怎么了 是谁伤了你 能凶手是谁 他在哪儿 追 走 主公 快救主公 快救主公 夫人 他 刚要探索白光 得到了念头的消息 他在魏国 确定是他 确信无疑 他刚到魏国境内 那你们还在等什么 我们已经派人跟踪他了 就等夫人一句话 话 我早就吩咐过 明天这个时候 夫人应该能够得到好消息了 事成之后 重重忧伤 西夫人 姐姐 叶奴回来了 奴儿回来了 夫人 刚才我见了一个楚国朋友 她说念头刺杀的春生君 现在已经逃亡了 他逃到哪儿去了 已经逃离楚国了 他现在只能逃回魏国 他很危险啊 现在春生君的门 根本一定在追杀他 夫人 你欠下的债总是要还的 你是何人 把夫人要的东西交出来 平原君夫人是吧 没想到这么多年了 她还是不肯帮她做的 快点交出来 或许还能免你一死 别说这东西现在不在念头身上 就是在我身上 我也不会给她 因为她不该拥有这东西 好 那你休怪我不客气 走 念头 你还认得我吗 夫人 你那些小小的法术 对付得了别人 又怎能欺瞒于我 夫人 并非念奴不舍弄言 只因为信明君 实在大情大义 感天气地 念奴实在无法下手 什么不仁下手 你明明已经得手 却故意得而复失 事可忍 孰不可忍 既然夫人一切都看在眼里 奴儿也不必多说了 奴儿从小是夫人养大 奴儿这条命 本来就是夫人的 如此说来 是宁死也不肯交出秘籍了 奴儿情愿一死 如此 休怪我不讲情义 如今 平原君夫人 怎么是你 怎么是 Bo judgement 聂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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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缔adel 用力不 med 不再牵挂着你 雲露 雲露 这位夫人 有没有见过年轻女子 见到了 往那边去了 这好像是楚国的马队 是了 前些时候 听说春生军 纳了一房新夫人 莫非就是念奴 这个死丫头 难道她在楚国杀了人 怎么样 姐姐 我有话对你说 其实 其实我是平原军夫人 勇意送到新林军身边的人 我们的目的 是拿到楚国密集 所以 所以长天后 当我要到你家的时候 我非常的怨恨 我讨厌你 并恨你 我想记忆一切的办法 回到 回到新陆军的身边 以为我要 我要完成我的任务 可是 可是 可是你听不太好了 可是 你拿到那本密集之后 为什么又把它交给我呢 在新林军 无故事 还有你的身上 让我知道 什么是大情大义 我知道 这本密集 应该跟谁 我知道 这对于你来说 非常难 但是你做到了 你早就知道 我是谁 其实 我一直在给你机会 等你告诉我 但我没想到是现在 会是这种时候 所以你才是 有大智慧的人 我只能想做 姐姐 尼奴这一生 能够认识你 可以成为姐妹 此生做人 尼奴 如果有下辈子 我们还做姐妹 好吗 尼奴 尼奴 尼奴坚持着 尼奴 姐姐 我 我此生 最大的遗憾就是 就是没能 没能坏上 路口所 尼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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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话呀 尼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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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来生 你们一定会永远在一起的 尼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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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妹妹 我们后会有期 亲凌军 亲凌军 二位突然来访 有何要事相告 我们是给公子 送赌本来了 赌本 毛公 您让吴继 与何人赌博 与魏王 这是魏国使者 返回魏国后 带回来的魏王亲笔书信 好 既然如此 吴继 就只能将个人得失 置之度外 毛公 薛公 吴继 向你们辞行 明日一早 吴继 便要回魏国去 告辞 公子 公子 大王 吴继深夜来访 请恕吴继失礼 公子 不会是要回魏国了吧 正是为了此事 现在平原军已经病入高荒 寡人 以仗公子就如同以仗城墙一般 若是公子真的要舍弃寡人而去 那寡人以后还能与谁拱伤设计 孟大王不离不弃 孟大王不离不弃 收留吴继这个无家可贵的人 吴继感激在心 可是如今 魏国魏在旦夕 吴继身为一个魏国人 怎么能看着自己的祖国被秦国一点一点吞噬 这让吴继如何面对列祖列尊 所以吴继必须反卫 还请大王体验 寡人明白 寡人明白 公子的为人 寡人是相当的清楚 想当年赵国有难 公子尚能不顾一切的来救援 又何况是自己的国家 寡人相当理解公子现在的处境 只是这一走 以后再见面 恐怕就是难了 等击退秦军 六国合纵成功之时 相信我们还会再见呢 好 寡人就盼着那一天早日到来 来人 把兵符拿上来 公子 这是赵军调兵的兵符 赵国十万兵马 公子尽可调遣 多谢大王 公子报仇 我为无契 回了你 回来 驾 不急 兄女 守为兄一败 兄弟 是为兄错怪了你 为兄 对不起你 不是 哥 胡 say 莲 variable 什么人 观伙说 我们怜路已成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姐姐 你怎么来了 难道姐夫她 昨夜没的 你放心 我看得很开 生死有命 我找了你很久 才已固在这里 姐姐 我一直在想 很多人都称诵我 说我是个大英雄 可是我却连自己 自己最爱的人都保护不了 文姬 你不要想得太多了 有件事 有件事 姐姐出的私心 一直不用告诉你 什么事 我见到文姬了 而且 你那本很重要的书 就在它里面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 都要不得了 你不得了 我认为你 你不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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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天 也不再是思念 所有的成年都留给着天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告诉我 有多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